Hello,大家好 我是文桥传播中心 注册与执政心理辅导师梁婷婷 今天我想在这里跟大家谈这个课题是 学做自己婚姻的观察员 观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一家公司财务是否健康 一个孩子学习是否有收获 一个人的身体是否健康 他都需要个体花时间花心思去观察 留意整体的状态 同样的我也时常建议 已婚的人士需得花时间花心思 学做自己婚姻的观察员 不要等到婚姻出了大状况 才懊恼的说 我不知道会这样 我以为他可以包容我的坏脾气 我以为他可以原谅我犯的错误 我以为他会体谅我照顾孩子 忽略了他等等 当然有的人会说 欲加之罪何患无耻 他想结束这婚姻 自然会把焦点放在我的错处 我不否认的确会有这样的情况 但无论如何 我总强调 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的 把自己的角色做到最好 对方是否配合 并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事情 夫妻双方学做自己婚姻的观察员 是怎么个说法呢 那是学习把自己抽离 去观察两人的关系 我们是好朋友的关系吗 还是陌生人甚至是敌人的关系 我们内心的承扎大吗 我们还可以友好的表达自我吗 讨论事情 刚刚争论的时候 我这么说他会有什么感受啊 这对我们的婚姻是有伤害 还是有帮助的啊 观察是一种有目的 有计划 同时是比较持久的直觉活动 观察之后 如看到有一些有待改进解决的问题 则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 尝试找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当然也可以和配偶分享自己的观察心得 在这里 我是打从心里 鼓励看到这个视频的夫妻 可以用心的与配偶一同思考夫妻关系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关系破裂 也绝非一朝一夕导致的啊 在这个世上 我们都会面对种种的困难和挑战 夫妻们得努力把关系变成同盟 占有 而非陌生人 敌人才是 如有任何相关的需要 请拨打文桥的辅导热线 017 2039 19 7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